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論盡香港的論盡頭條 我是家偉 今天想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爆料美洲峰會被打臉 拜登跪求政敵出席 哇 淒慘了 究竟他跪哪一個政敵呢 莫非真是特朗普 稍後會跟大家說說 另外第二個題目就是美國國會暴亂政會當中正式啟播 特朗普強勢回歸 是不是拜登跪求之後 特朗普強勢回歸呢 在看之前和聽之前 希望大家都幫幫忙留言分享 訂閱讚好 令更多人都像你一樣 和家偉一起論盡香港 喂 我們論盡香港的會員制已經開通了 你載了沒有 我們的會員制只是20元起 你沒理由不載吧 快點來載我們的會員 喂 還有啊 大家記住 喜歡不喜歡也好 幫手按個讚 訂閱我們論盡香港 按旁邊 按全部 看Facebook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讚好我們的專頁 下面瘋狂留言之餘 將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會知道 和可以一起討論國家 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的天賓事 美洲峰會在6月9日的時候已經開始了 拜登在洛杉磯美洲峰會的時候說到 希望西半球 即是整個美洲能夠團結一致 並且宣稱我們有著無限的潛能 當然說了這句話之後 大家聽起來很有正能量 但是這次的美洲峰會 其實很多國家都選擇缺席 所以我說了這個題目是被打念 就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這個簡直是叫公關災難 其實因為這次的美洲峰會 美國是說不請很多不同的國家出來 所以有不同的國家就說 你又說美洲峰會 你都不叫我隔離鄰舍出席的話 那還不在什麼美洲峰會呢 算了 不搞了 不出席了 那也有不少的總理總統也就此而出來說話 給一些意見出來的 但是如果要回顧歷史 其實美洲峰會是1994年 第一次在美國賣物開了第一次的會議 當時除了在古巴之外 其餘美洲 包括北美洲 中美洲 南美洲 這麼多的國家 33個國家都有出席的 當時也說美洲峰會 美國真是大事 作為大哥來講 帶領整個龍頭 整個美洲 正如說美洲就是美國的後花園 當時這句話就開始慢慢傳到現在 但這個後花園已經開始有些問題 那究竟有什麼事呢 因為當時已經在2001年簽了一個宣言 他的宣言叫做灰北黑市宣言 那說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這麼多位參加美洲峰會的話 一定要主動守護代議民主制 這次就因為發現古巴有問題 委內瑞拉有問題等之類 所以就說這些國家我沒有請到的 其餘國家就走出來說不行啊 至於為什麼說不行啊 之前也說過了 你美國你不妥這些國家的話我沒話好說 但他當然是我隔離輪舍 你不妥他 我要跟他日日交易相對的 他是我隔離的國家 我站在你隔離 站在你美國隔離的話 我真的少了我隔離輪舍 怎麼可以啊 外交上的話可能還有人說 這些外交層面而已 給臉給美國吧 出席一下 但同一時間你要想一下 你出席了被杯葛的國家有機會 在商業上 貿易上 就覺得你不是我的朋友 我不跟你做生意了 到時候損失的是誰 會是美國 當然不是 就是會選擇站在美國旁邊的國家 所以有很多國家就出來說 拜登你這次做的事真的不行 其中最大聲的就是墨西哥 墨西哥和美國是有絕對最緊密 非常密切的貿易關係 同時美國也對著墨西哥是非常頭痛的 為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其實美國在特朗普上場的時候 曾經說過一個笑話 他說要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 建一個極高的圍牆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墨西哥每天都有很多難民 走爛形式的走到美國那裡 令到美國做不到大美國主義 但是最後當現在所看回特朗普下台之後 這個場也沒有出現過 我今天不是說這個場 我仍然在說美國邊境難民的問題 是非常令到美國的頭痛 當中墨西哥是佔位大當數的 墨西哥就非常之杯葛美國這次的行動 喂 你叫所有人的 叫美洲峰會 你叫所有人的 你不叫的話 那怎麼辦呢 所以他杯葛出席 最後最後 墨西哥的總統 只是派過外長出席這次的峰會 其實這次的峰會是明顯地被全世界看到 究竟美國現在在全世界的外交工作上 有多麼不濟 之前亞洲行大家看到 那我不再多說了 總之是說沒有人想理他 這次在自己所謂的後花園當中 美洲其他國家都不了他 那你想想多麼醜 美國拜登一直都希望可以淡化 這個峰會被杯葛這件事 但最後最後重大件事 你打算淡化吧 其他國家總理更加走出來說話 直接大力打臉 除了剛剛所說的墨西哥繼總統 已經說明了 我不出席 還有說杯葛美國 你怎麼搞的 你叫這個不叫那個 而其他小國也有出來說話 說話的其中一個國家 就是白利茲 白利茲說整個西半球 是說整個半個地球那麼多國家的問題 不論大小GDP 政治體制等之類 你現在是說故意不叫某些國家 就是你孤立他 你孤立他的話 那還不叫什麼叫美洲 除了白利茲之外 其實還有不少國家出來說話 當中阿根廷這個國家也算是其中一個代表作 如果有留意新聞的話 你就知道阿根廷現在是說 經濟是差得不得了 欠人錢欠得很厲害 令到我是沒有錢還的 你喜歡就搞我 整個阿根廷有多少多少市場 有多少多少牛肉在那裡 你就試一下 搞到我破產 看看到時候全球食物問題 誰解決 你想我解決這個問題嗎 可以沒有問題 你不要追我還錢 你想想 這麼流氓都可以 這個就是阿根廷 阿根廷也說 表示現在美洲峰會 竟然有一些國家不能夠出席的話 是一個非常不知怎樣形容的一件事情 批評美國對於古巴和委內瑞拉的禁運 其實是令到周邊的國家 現在很難在這次的峰會談到什麼 大家留意一下 美國對於古巴和委內瑞拉的禁運 或者制裁已經不是第一天的事 大家要想想 如果你的旁邊的國家正正是被美國禁運 或者是被他們孤立當中 那你可以怎麼辦 而一個國家來說 和鄰國的關係是非常重要 特別是說 我這個國家有這件事情 但是委內瑞拉你有其他東西 我很需要 隔離國家互相幫忙 你買我牛肉 我買你的石油就可以了 但是美國制裁了委內瑞拉 美國不讓委內瑞拉的東西 運到其他國家 去美洲其他地方 其他南美洲國家 想買委內瑞拉的東西 就大件事了 現在你還說 哎呀 我們要做一個什麼 美國經濟繁榮伙伴計劃 要做這些什麼 要令到美洲很大的潛能 我們一起做好整個美洲 但是你說做好美洲 同時也要孤立古巴和委內瑞拉等 那其他國家 是不是真的可以繁榮起來呢 這次的美洲峰會 美國也說了一些亞太經濟框架的東西 剛剛嘉偉說了 名字叫做美洲經濟繁榮伙伴計劃 哇 名字很漂亮 是什麼 其實當中有五大支柱 包括第一 重振 這個區域經濟的機構和促進投資 主要是針對美國開發銀行 第二支柱就是建立更多恢復能力的供應鏈 第三 更新基礎協議 就是針對各國社會的公平問題 第四 創造潔淨的能源職位 令到可以務求去到炭中和的問題 第五 之後就是 保證 保證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的貿易 這些名字聽起來很棒 特別是最後的保證 可持續和具包容性的貿易 聽到開心 很棒 但是這一方面 你這麼說 另一方面 你仍然在制裁古巴和委內瑞拉 那就是怎麼做 眼裡的人士剛剛聽完家偉所說之後 就發現到 你說五大支柱的話 慢著 這麼熟面子 沒錯 其實除了第一個 美國開發銀行之外 其餘所謂的四條支柱 其實和印太經濟框架 是完全一樣的 但問題最不同之處是什麼呢 就是 亞太經濟框架 你還叫做一些國家 有些名字 會出現 對不對 什麼印尼 什麼馬來西亞 你有名字 印度等之類 不過這次美洲經濟繁榮夥伴計劃 是沒有國家名出現過的 完全沒有 一個國家都沒有 根本就不知道 確定了哪些參加者 在你完全不知道什麼頭什麼路的情況下 如果大家上班 或者曾經做過什麼計劃書 你連對象都不知道是什麼 你說到美輪美換有什麼用 當然了 根據白宮 有些官員說 前前後有大約十二至十三個國家 將會參加這個計劃 但剛剛嘉偉已經說了 整個美洲有三十四個國家 你當中只有十幾個國家 都沒有一半 是參與美洲經濟繁榮夥伴計劃 你說美國搞什麼 除了經濟問題之外 其實非法移民問題等之類 都一直環繞著美國 作為美國今次是一個主辦方 很多時候都會就自己 經濟所面對的問題等之類 去做很多很多不同的協議等之類 很多人就說 今次這個美國峰會 跟亞洲峰會一樣 跟印太經濟關係一樣 沒有結果 其實完全不是 有些結果 起碼都會解決一下 比如說之前美國和加勒比海 應該是說要解決你的氣候問題 也有說過如何去 就住非法移民當中 美國會制定一些新的移民計劃 不能夠說完全沒有用 但是看下去究竟幫助什麼 除了幫助美國之外 其他國家是不是真的完全受惠 大家有很大的問號 不過怎麼說都好 多少個國家受惠都好 都只是說這些是外交公關上的問題 接著跟大家說說 其實整個拉丁美洲為例 除了墨西哥之外 以前你可能還說 剛剛所說 美洲是美國的最大後花園 但是其實 大家說都不相信 中國其實已經取代了美國 成為拉丁美洲最大的貿易夥伴 無論是能源 食物等之類 出口國等之類 都已經取代了美國 那你想想 你美國有一個美洲峰會 那你抓到鹿 要識脫國的 是不是 你自己這次搞這個峰會 是最好的一次機會 就是怎麼重新 跟拉丁美洲的國家打好關係 因為之前特朗普 就以一個所謂大美國政策 一直說只是搞自己 所以忽略了和其他美洲國家的建交 和外交關係 全部忽略了 這次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但是拜登 他竟然說 整個肥豬肉放進口裡 都可以扔出來 竟然錯失這個良機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因我從外來講 很簡單 其實美國一直都自視過高 根本不放美洲國家在眼內 一直以來他都覺得 從頭到尾都是我們後花園 我美國一絲令下 拉丁美洲什麼州都好 其餘三十多個國家都會跟著我做事 但是不好意思 這次真的打錯算盤了 很多國家都完全不給面子缺席 正當大家都說 這次美國出事 炒粉等之類 但是拜登出現一個動作之後 大家都會覺得 咦 但是有深層意義 拜登竟然說 跪求他的政敵出席 這次的峰會 這個政敵是誰呢 真的是特朗普 對不起 不是 而是說 有巴西特朗普之稱的巴西總統 為什麼會說他一個是特朗普呢 巴西特朗普呢 第一件事 他極度之反華 第二 他是完完全全當這個新冠病毒是垃圾的 搞得自己都中了 整個巴西很多人中的 這兩件事 以此之餘 也是說見得到 這個巴西總統呢 他是非常非常之狂人的做法的 他跟特朗普有什麼相似呢 剛剛說了 但其實他跟特朗普也很朋友 大家不記得了 特朗普在這個選舉失利之後 就曾經很大聲說 這次的美國總統選舉 絕對是垃圾是假的 等之類 當時的巴西總統就傍語 特朗普就說 質疑美國總統現在的拜登當選 勝算是假的 當然了 最後就去到司法程序之下 最後結果就說了 特朗普選舉結果是輸 之後這個巴西總統呢 才有遲來的祝賀拜登選舉勝利 在這個經濟政策上的話 其實這個巴西狂人總統 也都跟美國現在的拜登 完完全全立元不設的 美國總統拜登 他是以這個所謂的環保政策 是先行 但是 但是 這個巴西總統是縱容 縱容亞馬遜的森林去佛木這件事 一個講環保一個是斬木 那你說什麼一回事呢 如果美國總統拜登先生 你真的覺得環保是很重要的 喂 喂 巴西總統現在就去坎佛樹木 你還要求他 為什麼呢 其實 巴西總統一直已經說了 我不會出席這個峰會 但是他說不出席這個峰會 不是 好像其他國家一樣 他說你應該要給古巴出席 或者給委內瑞瑞出席 不是 他有一個更深層的意義 就是說 他要破壞拜登在美洲的外交舞台 巴西作為南美洲最大的國家 如果巴西不出席這個峰會的話 那 誰能夠說這個峰會有代表性 所以 巴西總統他很大事想這樣做 美國總統 哎 對不起 沒辦法 貴地餵豬 我都要 叫巴西總統 等等 美國總統不是大事嗎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 啊 是不是真的要團結美洲 當然不是 因為今年正正是說 美國中期選舉 拜登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他輸硬 無獨有偶 原來巴西總統 今年也是選舉 兩個都要選舉的人 都自己在想 再這樣砌下去不行 說回巴西總統的選舉 其實原來他的對手 勝算很高 比自己高 所以他短時間之內 要告訴巴西所有市民 都不知道就是說我去交好店 包括美國總統都要過來跪我 所以 拜登真的過來跪我 求我出席這次峰會 可以 沒問題 不是 你過來見我 你過來找我 大支野 還有 大支野到怎樣呢 就是 雖然兩個完全格格不入 但是 但是 美國總統希望做好自己外交工作 但是巴西總統同樣都很想做好這件事 所以很多政策等之類 就全部不說 什麼環保政策不說 又或者什麼舞弊 選舉舞弊 或者覺得巴西有任何問題 不說 全部不說 大家好像朋友一樣 很久沒見了 對 為什麼搞這件事 拜登就是希望可以跟巴西總統打好關係 叫他出席峰會 巴西總統就希望說 那麼多巴西的國民 自己看看 美國總統拜登都要跪著求我出席 我多厲害 我外交厲害 各取所需 一句說完 你覺得這次美國峰會可以團結到美國嗎 核刺 當然是不可能 反而 就是說這次不是示威 是一個示弱的機會 讓全世界看得到 究竟美國有多強 以前還可以說 美洲是一個後花園 但是這個霸權地位已經一去不反 剛剛說到一個美國 說到拜登多麼淒慘 外交要求人 跪地餵豬那 巴西總統你來吧 之前我知道你對我不對 但是我希望你出席 如果不是你不來 我很大件事 我會輸眼的 除了外交上這樣做 其實美國總統拜登的民主黨 也有另外一著 這一著是什麼呢 就是他怎樣利用美國國會的暴亂 去做一個真人騷的物體 或者電視連續劇 這樣做一套系列的電影出來 連續幾天播出來 在美國境內播 務求做什麼呢 不用說了 為了選舉而已 今年就是美國的中期選舉 現在所看的 整個美國已經面對外交來話 家偉之前也說過 我不再深究了 但是其中一件事 在外交上 他能夠求巴西總統參加這次峰會 證明了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 都有些代表出現 叫做交到一下功課 第二件事 對內的話 其實他現在看到很多問題 例如說 毒品問題 槍枝問題 感染到死亡問題 臨臨種種整個事 大家都覺得很大件事 不知道怎麼辦的情況之下 究竟怎樣才令到美國民主黨 贏出今年的選舉 他唯一的方法就是 好像平時外交一樣 我怎樣維持自己強國的力量 我不夠你抽 或者我不夠你 是經濟上厲害的話 我就打倒你的經濟 同樣的做法 我民主黨民望不斷下降 被人說我們民主黨不會管理整個美國 那就最簡單 同樣地我告訴所有人 共和黨都不會管理美國 還要是暴力黨 他的做法是怎樣 就是重新包裝國會暴亂事件 還要找一個知名的傳媒高層出來 去編輯 甚至乎是執導 去趕回整件事的內籠去脈 做一次這麼小 當然不是 連續幾天 全美國一起播放 你說家衛 這樣有什麼特別 這些叫他宣傳 閉就閉在 他是用美國的錢 去幫美國民主黨 去打擊共和黨 那這個合理嗎 家衛 美國選民眼睛應該是雪亮的 那你又錯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最近有一個新聞 新聞是什麼呢 就是有兩個明星 夫婦 本身 但是離婚 離婚之後 就是爭奪家產 或者說A說自己B就衰 B說A衰 那個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尊尼特普 和安巴哈德 他們兩個最後 現在就是把這個司法案件 簡直是因為美國的法院 可以攝錄整件事 大家就好像吃瓜群眾 每天就更新的資料 最後那些人就看到 這個專尼特普好帥 這個安巴哈德 哎呀 真是多壞 哇 最毒苦人心 大家就好像連續劇 那樣去看 某程度上這些所謂的連續劇 是會令到很多市民會忘記一些民生問題 同樣地 美國民主黨正正就是拿回之前共和黨 特朗普選舉失利之後 疑似 疑似叫一些所謂的示威者 破壞國獲會的事 拍了一系列的連續劇出來 當中是包括一些從未曝光過的片段 如果你看到紀錄片段 紀錄片通常會令到更多人會看 就是跟你說 這個紀錄片有多好看 有一些一直以來都沒有曝光過片段出現 那很多人就會覺得好奇心作祟 咦是不是啊 先看看 當你一看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先入為主 哇 特朗普真是一個壞人 美國民主黨就這樣想 亦都已經開始做今天第一日播了 那最後怎樣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 究竟共和黨是否一定會輸呢 我看就未必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今次來說 我們已經看到整個 在上一次美國總統選舉的時候 已經看到 其實拜登和特朗普的選票 是不是真的差很遠呢 又不是差很遠 最大禍是什麼呢 美國民主黨這次弄這個肥造劇出來 什麼國會之亂 好像說共和黨有問題 但是 很多市民仍然匿匿在目 就是在於 美國自己的內部真的太大問題 但是問題到嚴重影響自己的民生生計 你說他會忘記現在說沒有飯吃 是因為拜登而所賜嗎 當然不會 你有一套肥造劇 你就可以說洗白 沒有可能 還有 最大件事就是 你現在真的拿著美國的錢 去幫自己的黨做一些宣傳出來 你說是不是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呢 在美國當中 其實是不是真的一面倒一面聲音呢 就不是的 可以跟大家說 現在已經是非常逼女分明了 共和黨的支持者 從頭到尾都不相信 絕大部分都不相信 拜登所說的事是真的 有很多共和黨支持者一直都覺得 哎 拜登這個壞人來的 接下來選舉的話 我們要反水 我們要令到民主黨輸 更加是說 已經有很多不少共和黨的支持者 已經直接去了特朗普身邊 哎呀 是啊是啊 特朗普你好啊 喂 共和黨有什麼要幫忙的話 正在所不遲 是呀 鞠躬上去死而後而 你要什麼幫忙 出聲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看到的勢就是拜登輸眼 有很多人都看到特朗普一定出來的 現在有很多人已經是投誠當中了 你說這樣下去的話 究竟特朗普會怎樣呢 其實我們作為中國香港人 美國搞成怎樣 關不關我們事呢 不關的 我們吃花生而已 不過我們就可以以此為鑑 可以想一想 所謂的美式民主究竟有多好呢 現在美國就正式告訴你 共和黨民主黨 逼履分明情況之下 市民是不是真的好呢 他們的民生生活是不是好了呢 是不是真的好像之前那些不正常人說的 為什麼有自由民主就可以有飽飯吃呢 如果這一刻仍然有些不正常人類 在挑戰大家的機器的時候 不妨把這條片傳給他們 看一看 叫他們回答一下 你覺得美式民主 是不是真的會為民生帶來新機 如果他仍然說是的話 算了 沒話說了 但是我們希望大家看到這裡的話 儘管下面留言說一說你又怎麼看呢 對於美國之後的發展會怎麼樣呢 接下來拜登是不是真的會說身體不適而下台之類 未知 不過剛剛所說 當是吃花生來說 我們這群吃瓜群眾的話 隔岸觀火 希望各位多幫幫忙 留言分享訂閱讚好 把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讓更多人都像你一樣 和家偉一起繼續輪盡香港 我是家偉 稍後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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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